老贺 老贺 你藏得挺深的啊 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要做的 就是把你们几个人安栋好 说说 把我们几个安排好之后 你去哪儿啊 升职了是吧 老贺 我祝你高深啊 老贺 行哪 小人姐 小姐 自从你走了以后 感觉大家帮就一步步散了 之前隋梅伟跟我说 要请起点假 正好上门找我 我说是在升职之前 鼓励老员工们调休 我心思啊 这是一个奖励 再看看我们的李慧啊 现在状态也不太好 所以啊 我就让他们俩一块儿去了 换写的事 您也是刚知道吧 也不算吧 他们俩走之后 我就感觉不对劲了 我那么不听我的 不管干什么 不管干什么都要举手投票 那几个新来的 永远跟他使一票 大家帮的事 真的没有掌握到余地了吗 不行我去找刘主任说说 这事你不要掌握我 传到电视台那边对你不好啊 就是不想让我搜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这么没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有 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授握 咱们的节目挥霍过 再怎么坚持 也回不到开始的时候 到该结束的时候 大家把我老河管了半辈 你一切都该结束了 你一切都该结束了 那你们两个现在怎么打算啊 和小枫她呢 小枫啊 那小子倒是挺机灵的 我听说她提前找了软件工四头楼简历 赵老强加了 我和老邱都商量好了 他会台家兴奋场 我也不想呆了 大不了去豪跟这儿打工呗 你不是不能弹几套的吗 那我也能端盘子 早就不想在电台呆了 虽然老贺嘴上不说 但是我看得出来 他其实心里很难过 毕竟大家帮是他一手做出来的 现在也算是在他手里面 就说了 好了 好了 多大点事啊 也就老贺当回事 因为这个事还提前退休了 撒猫吧这个 这 那行了 我不该误会他 我改天找个时间 把大家叫出来 给他补个散热饭不行 欢送会 欢送会 给他陪你道歉 我本来以为回到无苏 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现在想想 曾经的无苏 可能早就是一个已经回不去的地方了 小小姐姐昨天晚上为什么没回来 是不是有什么事耽误了 今天我听林宗说 她给她打电话安排了后面的工作 当时我心里就没办 她在护铺有那么多事情要做 也许陈飞奥还把她这个救命稻草 抓着不放呢 还有他们家的生意也需要她善后 本来我是有信心的 我相信 我在她心里是有分量的 所以我给了她一个期限 让她先处理好这些事情 但是每过一天 欣欣就削减一分 她在我心里的分量也就消耗一分 你们知道吗 昨天晚上她突然说要提前回来 我高兴死了 结果她没回来 我就告诉自己 不管她怎么选择 都是没有错的 我都应该尊重她的选择 这是自己一天一天过去 其实我心里已经觉得 自己是被她放弃的那一个了 好啦 你们不是还有个七天之约吗 说不定她昨天晚上 被什么事耽误了 得了吧 她能有什么事啊 她有什么事也不应该 一句对不起就想过去 让我们夏儿在这哭的 吃你的饭 你感冒你还喝 酒喝这么一点没事 我来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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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儿啊 跟我们一块回家呗 不用了 打车 我是说 你搬回来吧 你应该住这么大房都无聊呀 我不跟你说过吗 Loft就是你在无苏永远的娘娘 永远都有你的位置 可我还是想过晚这几天 可我还是想过晚这几天 胡校长 你就真相信才能回来 走了 你自己可以吧 向上歧视行动派 也许现在人已经回家了 走吧 走啊呀 走回去 没有钱 不是 穴儿 你远到这儿 是不是 你记得 对 一下子 孝燃剑 你回来了 那什么 季方之前有份文件 放在萧总这儿 特别招自药 我给你打电话 你也没接 我都自己过来了 萧总临走之前 给我留了一把钥匙 看你有什么地方 需要帮忙的 孝燃剑 对不起啊 没事 我刚刚没开手机 那 我先走了啊 拜拜 拜拜 完了 赵总 我先走了 你不想着 我喝不惯维持平衡 去 给我们高总 来一瓶最好的红酒 赵总 有什么事 直说吧 没什么事 高总 就是我们彼此联络联络了感情 赵总心情平复了 最近有看见 动作可是不行 不过肖尚齐这小子 胆子也是够大的 这一出瞒天过寒 分明就是给你们得具 下的美人计呀 这种人 我是不敢跟他合作 您说呢 高总 二姐 高总 是不是 有要跟云岚合作的意向吗 没错 是有这个想法 高总哪 这个时候我劝您还是慎重 这肖赠云总 云岚就没了主性股 你看看这云端酒店 被他们搞成什么样子 现在行业内 谁还敢沾他们家 二姐 高总 我们已经找了一个 比较优秀的运营商 各个方面都碾压云岸 如果您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给您引荐一件 人找到了 这里面有的人 你应该认识 有的你应该也不太熟悉 我真的也不认识 像这个郑浩平 郑总 这是咱们云岚的一号远过 也是爸妈婚礼的半导 还有这个王松乌叔叔 当年他最困难的时候 是爸帮了他 之后每年春节 都会带着佳人来家里白年 应该有点影响吧 反正按照咱们俩商量的 爸最后一程了 那些只是生意上的关系 我就都没请 除了亲属 就是这些跟爸一起 打江山的兄弟们了 是先生身前常用的东西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特别喜欢拿这个当书枪 这是我们以前给他做的生日卡 当年那件事之后 我再也没有给他过过生日了 我记得 你当时总抱怨 说他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旗字太难写了 你每次就写个名字 他也总训你 这个字 不能守 他一直很严格 吉林初莫处 欲有祥瑞 小琪啊 其实子弹女出生 她对你抱了很大的期望 真的 我对她的误解太多了 现在明白 这是台湾了 你看这笨手笨脚 说收拾点先生喜欢的东西给他带走了 结果还把他的花瓶给打碎了 她怎么就这么美了 几天 还挺会找地方的 我已经联系不上他了 肖振云死了 他哪儿还哭得上你啊 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 无非是担心我和记者乱说话 戳破你清禾伪善的面孔 菲儿 你没必要对我有那么大的敌意 你跟了我几年 我还差一点娶了你 我是喜欢你的呀 只能说 一切造化弄人 我也知道 你觉得手里面有一些我的消息 会觉得有一点价值对吗 我没那么上 我会为了一点利益 以乱及时的 明轩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无处可去 无依无靠的 这些年我跟在你身边 真心诚意的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归根到底 这场婚礼我做错了什么 不过是所有人的牺牲品 你只要不乱说话 我自然不会过来纠缠你 或者 我再给你一个选择 重新回到我身边 还没什么 什么意思啊 你刚刚不是说你是牺牲品吗 我倒是觉得 你是我和肖尚齐 这场战争中 最好的战力品 赵太太的身份呢 那你就不用想了 你就跟着我 以后你的日子也不用长了 我们该怎么过还是怎么回 毕竟 你跟了我这么些年 也不是一无是处 至于你父母那边 我自然会跟他们算清楚招待 不让他们再来翻 怎么 你别告诉我 像你这样的女人 还会看重名分啊 你醒好了 袁秀 咱们 青�� 嗯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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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孙 你这是干吗呀 我昨天晚上跟朋友喝多了 怎么帮你这儿来了 你在这儿睡了一晚上 他怕你想不开 一到半夜就过来守门 早上你上班之前再走 你今天这是睡过了呀 瞎说什么呀 这是身为娘家人应该做的 说出来又不丢呢 你们两个 给你们买了早饭 过来吃吧 来 快来 冻死了吧 灰姐 你这吉他 我把吉他拿回来了 既然不要电台的饭碗了 我也不能真去残疤端盘子了 就想再试试呗 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吧 你别着急 这大清早的你醒了 人家吉他还没醒呢 莫莱 就是 再试试啊 是 孩子 师父 师父 陌生又熟悉 和我走过着遥远的距离 寻着等着回答自己 会有一个人守候在原地 可以谈了 可以啊 李慧 你能谈啊 这个世界上好像还真没谁立不开谁 对不对 行了 说这句凿凿了 其实我今天来的时候呢 我心里也没什么把握 不过我是真的很想逼自己一把 给你打个样 孝然 我都能做到 你当然也能吧 嗯 今天天气不错 咱们出去玩吧 好不好 嗯 可以啊 那你们等我啊 我去换衣服 嗯 哼姐 怎么突然就起了 在户普修翻篇了 只是当时我身边没有在户事呗 嗯 得了吧 这吉他不是早上拿回来的吧 清洁哪有那么好突破呀 练了一宿吧 练了一宿吧 没想起来 没想起来 你都练了一宿吧 はい 好 安静 不愧是我回家 谢谢 爸看到回头星 这么多年了 我都没有学会让她高兴 现在来不及了 小小组 已经发出去的邀请函 都已经放了我们工作人员 联系方式 会由专人负责接的来宾 现在我们先对一下 告别意识的流程 开始之后 我们先做回自我哀愈 然后全体起立 向一体敬礼 直进划圈 然后直到此 怎么样 应该在忙吧 小燕 你给我点时间好吗 多久 几天吧 是不是不应该再给她找见面了 毕竟几天已经过去了 你把哪里走 我那个是谁 你把哪里走 你把哪里走 今天 我听你一下晚 安婷婷 本来以为大家帮到罗伦手里 应该就完蛋了 我想到还挺不错的 美容丰富 也有太多 看了一家公众号 粉丝们也都心想到她 那不还是都有 大家帮的基础在 说实话 那姑娘的实力还算可以 这次回来 突然发现 一直想要守着的东西 好像都不在了 可是看看大家帮 看似这个节目不在了 但实际上就是越来越好 可能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吧 趁你放手了 你才能越来越好 好啦 能不能再收拾我 当然 我们随时欢迎你啊 真是 走吧 还等什么呀 回去收拾东西 今天就搬家 你还没联系 你还没联系 一言 再稍微等你吧 好 你好 这是我们郑浩亭 郑总的一点心意 俺今天有事不能谈啊 好 替我谢谢张总 小小总 来凭王松打电话说 有事情不能过来了 刚才刘文先生指点 说是他生病了 小小总 人带上的其他人 要不要都打电话 寻温一下情况呀 不必了 真是人走查量啊 把药墙一辈子 没想到走的时候 连个送的人都没有 哥 聚恢明 一居宫 兄弟 藏人 和 倢尬 几 reminder 相 哥 哥 哥 从今往后 就只剩咱兄弟俩了 哥 高总 现在这个时候 没人愿意公开战队 跟德聚过不去 我也不太方便 谢谢您的来 我跟老肖认识很多年了 没想到他走得这么突然 我就是来看看你们 你们兄弟俩 既还顺便 高总 下午我们在公司 安排了签约 在商言商啊 现在集团利益当头 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合作意向 只能先放一放了 高总 萧綦 我很欣赏你 但说实话 你的锋芒露得太早了 你要记住 在商场 任何时候 你都要懂得唐锋手拙 现在这个局面 你要负很大的责任 吸取教训吧 不过 任何一次的低谷 都可能隐藏着 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我先走了 这些你还要吗 你要装不下的话 我再给你找个箱子吧 这些装不下也不要了 带我扔了 小燃 小燃 这个还要吗 你整理东西要有规划啊 这个盒子我有可能会用到的 你这样放的话我够不着啊 反正你要用的吃我都在 我抱你 好了好了够着了够着了够着了 你也太心心了吧 也不要了 我记得了够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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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条 那位高总是云兰最后的希望了吧 如果连他都不肯拉你们一把 其他人更是不敢得罪赵明轩 谢谢你来送我吧 无论是致谢还是倩逸 都应该由我来说 酒店房间我已经退了 你那天说得对 我应该为日后多做打算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不需要告诉我 什么意思啊 我爸去世的事 是赵明轩告诉你的吧 你今天来就是想确定 我是不是被他打得一败涂地 你也好重新决定 要不要投奔于他 我说得没错吧 尚齐 现实总是更偏心于不择手段的人 不是吗 我还有事就不送了 我还有个问题 那个时空胶囊里 你写的愿望是真心的吗 十八岁的时候 是 但现在 我心里只有何晓然一个人 这是萧董事长盛前丽的遗嘱 应用萧董事长的要求 学家结束由长子萧显继承 其他的均分 这里还有云兰的股份分配 二位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 好 谢谢 竟然顺便 这比风景不错 爸妈终于能团聚在一起 好好休息一下了 小琪 这个遗嘱是爸生前例的 还没来得及改 所以我的股份比你 我不在乎这些 云南这个样子吧 我也不知道咱们俩能撑多久 有件事我一直没顾得上问 你联系何孝然的吗 突然出这样的状况 你可能一时半会儿 回不了五宿了 他能谅解你吗 突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说 我知道他想要什么 但我连最简单的陪伴 都给不了他 我好像一直都在让他失望 小琪 哥 爸的死因疑点重重 云南现在也生死未博 这个时候我告诉他这些 除了让他和我一起担心 还能有什么用呢 所以你还是怀疑赵明轩呢 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 但他的嫌疑最大 他这个人居心叵测 想抓住他的把柄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小琪啊 你听哥的 咱们的首要任务 是保住云南 好吧 你怎么回来了 陈小姐 你怎么回来了 我就待一会儿 不会打扰你工作的 明轩现在在公司 你不用告诉他 这不行吧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我也不好交代啊 你看 门密码也没有改 你现在去买菜 就当没有见过我 王姐 我平时 对你怎么样 我就出去半小时 你可千万 什么东西都不能拿呀 好 不是说了吧 明轩 明轩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来找你 找我吗 这几天住在外面 有点狼狈 想回来换件衣服 考虑亲丑了 嗯 今天看完墓地那一幕 彻底想明白了 你去萧振云的葬礼了 那说说你的观后感 挺凄凉的 萧尚琴的宁哲不弯的性格 终究是害己商人 我怎么感觉 你还挺心疼她的 我是觉得 你比我想得更强大 也更狠心 是可怜她 虽然现在她心不在我这儿 但毕竟 她曾经为我付出了那么多 听你的意思 感觉 你好像不是做了对的选择 需要选择吗 当然是你 我不要民粹 明权 我只想跟着你 那你可是想清楚了 你做了这个决定 可就真正地 跟萧尔上棋站到最里面了 我总不能为了一颗过去时的真心 把自己赌进毕书的局吧 再说了 我们过去在一起 有很多快乐的时光 不是吗 achievement 凌亩 你没想到你还真的这么吃起在 真的舍不得我 多过 凌亚 你说得没错 你回到我的身边 会让我觉得 赢得更有一种乐趣